夏天到了啊 这几天都有个三十五六度的热的半死 那么冰块的用量也会跟着变多 但是今天有个新的理论说 你拿热水放进冰箱的冷冻库 比拿冷水放进去啊 热水要结冰还比这个冷水快 你相信吗 我们来做做实验 热乎乎的开水一不小心就会烫伤人 但竟然有科学家发现 其实热水比冷水还容易结成冰 不太可能吧 因为它变成冷水就要时间啊 应该是冷水对 为什么 因为温度的话 冷水比较容易快进入结冰状况 除非它有做实验给我们看 我才会相信 要不然我不相信 既然要眼见为凭 那就来实际测试 现在装好水了 我们带你来实际测试看看 结果一个半小时 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如何 答案揭晓 写着冷的杯子 水面上有好多的小碎冰 但在另外一个装热水的杯子里 却还是只有一杯水 除了温度降低 看不出来有结冰的痕迹 科学界所俗称的彭巴效应 只要在体积 质量 冷却环境相同的情况之下 高温液体会比低温液体还要快结冰 这个在1963年由坦煞妮牙的中学生彭巴 制作冰淇淋时意外发现的状况 却牵制着许多像是两杯水温差 有一定标准的条件限制 如果您真的好奇 看看热水结冰快还是慢 也可以自己动手 碰碰运气 试试看 昨天新闻饭 之前回家珍 台北三宝报道